L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不列顛人對上葡萄人 這場比賽是... 邀請賽 這個我有點不太知道介紹這個比賽名稱喔 這個比賽名稱有點特別 是某一位人物邀請選手們來打 但是這場比賽很特別 很多都是這種A世紀的選手 但總獎金呢 也不超過三千塊美金喔 所以就很奇怪喔 但Viper跟Keya他們都來打 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這場比賽是在2023年的6月21號還是20號打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Viper對上Keya的不列顏跟葡萄人吧 好 那稍微解釋一下這個遊戲模式喔 遊戲模式是採用帝國戰爭模式 帝國戰爭模式一開始是28吋 直接進入封建時代的 所以一開始就可以研發一級農一級抹 都是可以的 射程啊 兵工廠啊 然後射箭廠啊 一開始會給你一個均勻啦 兵工廠這樣子 然後射箭廠根馬就是要自己蓋的 所以一開始你就可以早期出去喔 就不用在一開始的黑暗時代這個 比較瑣碎的這個前期的經濟農喔 你就不用太去管它 這個是帝國戰爭的一個好事喔 但是他玩起來喔 其實跟一般的玩法其實相差甚遠 很多戰術啊 跟一些黑暗時代的 一些開稿的東西喔 都不能用 或者是地圖啊 之類的 反正很多原因啦 造成了 這個帝國戰爭玩起來跟一般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稍微來看一下 VIPER這邊BLAIDING會怎麼打喔 好 那這邊看到葡萄牙 黑暗是先用弓兵做一個潛壓 那葡萄牙這個文明喔 不管是打騎兵跟弓兵 都很讚的喔 因為他本身就有這個黃金減免了 所以其實他打黃金兵總 對他來說是一個不虧的選擇 當然這邊VIPER很簡單喔 風箭時代只要出點毛病喔 應該是可以擋下黑暗的前期燒喔 我們先稍微兩倍數看一下 好 這邊稍微再繼續走欸 好 看到了這邊 黑暗也是轉了一些毛病 這邊VIPER的果樹已經被弄囉 好 這邊鹿吃的差不多 喔 剩一隻沒有吃 稍微秀一下 黑暗這邊兩隻弓兵往下走 VIPER繼續追擊 這隻又按了一隻弓兵 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那下方也是有三隻弓兵想要去繞黑暗家 但是黑暗用一隻的毛病 直接把VIPER給趕回去啦 哎呀 VIPER想要偷雞結果被抓包 結果黑暗弄到VIPER這邊 不要不要的啊 但是VIPER卻好像沒有被影響到的感覺喔 好 聰明只是被殺了一村 那聰明說是持平的狀態喔 好 VIPER這邊還是蠻屌的 被打這麼久居然好像 沒什麼死村喔 這就是VIPER跟鬼一樣 好 那我看了最近VIPER的比賽喔 發現他的風格越來越多變了 有一種 四季大魔王又要回來的這種感覺 好 這個味道非常的濃厚啊 好 VIPER這邊直接 戰謀 複打 先射一下一級農 待會應該要先點一下二級木 趕快先點二級射吧 二級射要先點再點二級木 好 這邊先點二級射還有奴兵 好 二級木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不是實際喔 現在肉太少了 很難點 鐵不夠多 有一隻鹿也沒吃乾淨 好 這邊打算要打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點出了奴炮 好 那這樣木頭會非常吃緊喔 好 但是黑亞這邊率先點下了二級木 跟一級的馬侃 轉出了騎士 黑亞這邊打騎士 VIPER這邊轉奴炮 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騎士是Counter 奴炮跟戰毛兵的 雖然弓兵的話 也有點算是Counter 但是只要弓兵數量不夠多的話 騎士還是很好打贏的 好 VIPER這邊硬點了一下二級木 這個二級木還是要早點點上 不然經濟會差太多 這個村怎麼在冒煙 這個是特效嗎 這個是比賽 上面突然怎麼突然打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黑亞這邊的衝鋒 這邊衝鋒 三隻騎士直接上前一尻 頭子車頭子車要被修回來嗎 好像有機會修回來 但是頭子車砸到了一發 最後還是把VIPER的頭子車給收掉了 但是黑亞損失了兩隻騎士 跟少量的戰毛兵 那以交換來說 感覺是黑亞這邊偏虧一點點 因為兩隻騎士的造假不菲 而且後面也有戰毛兵喔 我覺得以換起來來說 VIPER可能是比較賺的那一方 好 但黑亞這邊直接走個雙線 下面又拉了幾隻的弓兵 跟戰毛兵走過來 但VIPER已經3TC開農了 黑亞這邊反正是第二個TC比較晚下 VIPER終究還是實行了自己最會熟悉的打法 好 3TC 惡農惡目 開農 然後直接爆兵壓過去 好 兵速碾壓 好 不鏽操作 這個是比較適合VIPER的這個風格 當然VIPER要鏽操作的話也是鏽得很狠的 但是他的風格還是比偏 還是比較偏向於偏農打法 好 那這邊看起來 黑亞這邊打不到任何東西 少量戰毛 好 跟弓兵還是要收村以下 哇 這邊殺到一隻殘血的 這個VIPER直接損失一村 兩村被擊殺掉 但是村民術目前是51村打64村 黑亞還是落後大約14村左右的村民 好 這邊直接拉了大概5隻的騎士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VIPER後窗可不可以有漏洞可以打 但VIPER這邊其實也不太想理黑啦 這邊就是他農他的 你玩你的騎士 讓你跑 那待會這邊可能會下個修道院 去做一個處理生女的動作 不是處理生女 處理這個騎士 好 這個騎士直接上來再硬砍投資車 投資車直接被砍掉 奴炮應該也是沒救 這邊黑亞繞了一個不錯的打法 把這個主力的工兵拉走 然後直接去打到這個工程器 工程器完全沒有人防守 輕鬆的換掉 這邊是黑亞有點偏虧 一旦沒有投車跟奴炮之後 這些戰寶兵就可以很肆無忌憚 直接恭喜VIPER的奴兵了 所以VIPER這邊可能要先退一下 當然VIPER這邊是不列顛 有彈道學之後 待會這個工兵就可以只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各走彈道屌射對方 不列顛其實也蠻常搭配中頭一起出門的 因為他很怕戰寶兵拉 基本上常攻配中頭 然後配一些級兵 這個組合是非常難解的 但是不列顛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葡萄阿爾這邊 通常只要出火炮還是稍微能打的 為什麼是說稍微呢 主要是因為不列顛的射程太遠了 基本上可以跟火炮 互射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尤其是這個常攻兵 這邊來對射一下 但是這邊差點射掉喔 拉掉還可以 但是這邊騎士數量有點多 直接吃到一台投射的傷害 這邊騎士12隻 是有機會可以包抄掉VIPER所有的單位 VIPER正面沒有任何的長槍斃 可以正面擋下來 這邊只能靠收村增加TC的傷害 然後這邊嘗試用弓兵做個拉打 VIPER這邊石頭不夠 蓋動城堡 待會城堡可能要蓋農田這個位置 TC繼續輸出 兩邊都有收村 把這個傷害打到最高 黑拉把自己的兵全部送掉了 哇 VIPER這個拉打打得很漂亮 這個剩下12隻工兵 第一大功了 少量的工兵 有機會可以把頭車收掉嗎 5滴 3滴2滴1滴 哇 又收掉了 這樣就很賺喔 這樣VIPER的話其實不虧喔 村民術還是領先的狀態 那黑拉這邊的想法 可能是要繼續打黃金兵喔 這個工兵頭車阿 或者是奴兵喔 做個反打 那奴兵打起來的話會比較劣勢啦 畢竟人家不劣點手就是場 這邊盡可能打騎士會比較好 或是打這個風琴砲也可以 但風琴砲現在沒有石頭 不太好打 因為黑拉這邊是直接3TC 蓋下去之後沒有挖石頭 所以經濟有點在追趕上來 VIPER這邊的 那VIPER則是有挖石頭 所以經濟來說感覺好像沒有特別好 所以一直被壓著打 喔 白河這個頭車秀得很漂亮喔 這個預判位置 OK 這裡預判成功 城堡要不要蓋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守住 剛好這個實質路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白河是不能圍死的 所以這邊蓋動城堡好像也不太差 好 結果城堡決定要蓋前線的位置 而不是家裡的高地位 好 頭車車再後續砸 唉唷 差點砸到 但是頭車還是要被騎士解掉 這邊工兵怕被招走 也害怕對方騎士 這邊直接做一個拉打 好 工兵還是收掉了一些騎士 然後防戰毛病有點煩 稍微反擊一下 OK啦 這邊點一下輪走技術 VIPER這邊可能要來點一下二級農了嗎 還是要點一下這個手推車呢 像他這個人口的數喔 現在點手推車其實是穩鑽不虧的 跟那個詐騙拖子裡才很像喔 跟你說穩鑽不虧就是大騙了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我這種幹話 幹話隨便講講 大家不要太認真 好 好 但是這邊確實可以點輪走 當然VIPER這邊有可能想的是買賣支援喔 點這個帝王世代喔 也是有可能 畢竟HEYLA已經快要點帝王 好 那目前看起來 HEYLA這邊的牙子打到VIPER這邊非常多村民 村民下降了一些些 好 大概損失了兩村 好 很厲害喔 頭車這樣砸幾乎全部村民都殘血 好 只損失兩村喔 這已經很厲害了 好 那這邊 蓋完城堡之後 就可以稍微去嘗試 買賣一下資源喔 賣一點石頭 賣一些肉或木頭 去點一下帝王世代了 好 這邊直接映射掉對方的頭車 但自己頭車也被對方的頭車換掉了 所以算是55開 那目前還是由VIPER這邊拿下村民上的優勢喔 領先快要40村了 配達這邊 要這邊追村民的話 可能要蓋下第四個TC 會比較好 那這邊是選擇先下了一個大雪 不是下TC喔 那就意味著他這邊沒有想要專心喔 而是想要繼續打這個 彈道雪喔 點彈道雪然後點火神槍之類的嗎 因為葡萄有這個金冠科技喔 火神槍 可以讓他的火器單位喔 可以受益於彈道雪喔 例如這個風琴炮啊火炮啊 還有這個火槍喔 都可以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打火器單位的話 就只有火炮來說 比較實用一點喔 其他東西來說 對VIPER不是太大危險 以火器單位來說的話 是這樣子 那真的要打贏不列顛的長攻部隊的話 還是要搭配一些戰毛兵喔 然後加上騎士正面硬騎喔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個 沒有戰毛兵輸出的話 後方的攻兵數量一朵 這個騎士也是很難單獨處理掉的 好 我們現在稍微加速一下 兩兵上帝龍時代可能會打一陣子 好 VIPER這邊生物也是稍微減了一些 上方部隊也只是在巡邏 那VIPER這邊點出了輕騎兵 那不列顛輕騎兵喔 雖然有三攻三防 但是沒有品種 稍微爛了一點 但我還是非常推薦喔 大家在帝龍時代 有這個鹹魚資源喔 肉量很容易爆表情況下 去按一些輕騎兵喔 這個是比較好的 因為 VIPER真的是很缺乏機動性單位喔 有一些輕騎兵來說的話 去燒對方村民啊 或是破陣喔 打對方攻城器喔 也都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單位 還有三攻三防 去燒對方的TC的時候 對方TC 射你的輕騎兵其實也沒這麼痛 所以我還是覺得有三防的馬 這個攻兵果的 有三防的馬 就是特別好用 雖然沒有品種 有品種好像太強 就不是公果了 而是馬果了 好 下方蓋了城堡 結果被抓包 VIPER這邊的村民全部消失 這邊輕騎兵一出來之後 直接開始抓掉黑拉的戰矛 但戰矛不定後方有一些騎士 做一些處理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把龍頭抓掉 老頭只抓掉了一隻 第二隻也抓得掉嗎 有要去點嗎 哎呀 VIPER這邊沒有專心去碰輕騎兵啊 很專心在打這些戰矛啊 戰矛這邊即使收掉之後 才回頭打這個老頭 老頭打得不錯 後方有六隻重裝騎士 直接到VIPER家裡騷擾 看這幾隻 感覺也要被解掉了 我們來回到正面了 這邊VIPER這邊的攻兵數量 開始有點多了 26隻 這坨解得有點久 VIPER這邊數量掉了一點多 村民下降到了一些些 但是VIPER這次也是想要打150村戰術喔 看來 VIPER也是要回歸初心了 知道現在這個戰術正常 臭民數趕快拉 拉到150 黑仔這邊也是 目標臭民應該也是要到150村 但臭民數一直拉不太起來 VIPER這邊輕騎兵騷擾 確實打到點東西 讓黑仔沒辦法掉有輕心喔 一定要用這個重裝騎士去追擊對手 好那下方這邊城堡中有機會蓋起來 再跟城堡蓋起來就可以空到這些金礦跟石頭 其實相當賺的喔 那待會這些石頭再挖下去喔 再繼續往前喔 再繼續蓋喔 繼續把這個土給空起來 是VIPER現在的意圖 那現在VIPER點下手推車之後 經濟也會非常好 現在142村開始停村喔 接近150 好 那黑仔這邊村民一樣繼續不斷 不然為什麼這個已經在冒煙了 這個是這個比賽地圖的特色嗎 還是這個是新的火動模組的 我看的有點不太懂 為什麼會冒煙喔 看起來有點突兀喔 好 後方村民直接被輕騎兵抓了幾隻 最差4隻左右 看來輕騎兵還是挺不錯的 經濟3防遠防6 那個TC射下只會有一滴血 好這邊中有點下銀罐 義勇騎兵 那不列典的義勇騎兵這個科技喔 我也是比較推薦地勇時代再點喔 我看到有一些玩家們 會在城堡時代點喔 這個點下去城堡時代 基本上你地勇時代也很難上 我也還是比較推薦先上帝王 再去點這個義勇騎兵比較好 最近義勇騎兵這個科技太貴了 那些木頭拿去撒農田喔 不知道可以爆更多的肉出來 可以瞬間點帝王 好那黑仔這邊也補下三弓 騎士也是鬧重裝騎士喔 基本上騎士要全滿 那騎士配戰馬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這個搭配喔 是比較適合去打不列典這個文明的 那更狠一點要再出點火炮 好 升頭車喔 但是我覺得有火氣的文明的話 出火炮其實就夠了 好戰馬兵繼續往前 Maple有點被打了回去 好果然還是要出點擊兵喔 不列典就是要出擊兵 搭配工兵喔 才有這個更強的正面喔 不然這個騎士 體質太好了 3000多滴血喔 要一件一件射也是要花很久時間喔 騎兵還是比較快速一點點 欸本來是點了這個長弓兵精銳 但是取消掉喔 反正是先升級了圍牆科技阿 看來Maple還是有點猶豫喔 要不要打這個不列典長弓 好那這邊長弓兵直接全部取消掉 不出了 下方稍微微一下 打算要走強奴配上輕騎兵路線 正面這邊黑拉又要來嘗試硬點一下 但現在戰馬兵效果非常好 可以打對方騎兵 又可以打強奴 只有輕騎兵不能打 Maple這邊可能要轉一些 例如這個頭車喔 中頭之類的 去找到對方的戰馬兵會好一些喔 不然就是直接出這個戰狼 戰狼巨頭也可以喔 這邊不列典只要點下金冠戰狼技術之後 這個巨頭時機會有範圍傷害喔 基本上跟火炮差不多 而且射程又遠 而且準度也夠 準度也會上升喔 至99% 其實不是100% 是99.999999% 有時候還是會有誤差的 並不是每一次都一定是100%命中的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之前就被錶過一次了 但我還覺得 這肯定是100%吧 結果 還是歪了 這邊點下了三攻 三級攻兵練甲 黑塔這邊點下了強奴 強奴對射這就有意思了 但他這邊出強奴只是單純覺得 對方的輕騎兵很煩吧 可能想要搭配一些 強奴混在戰狼兵裡面喔 去做一個反擊 但我覺得黑塔這邊出火炮可能會更好 畢竟人家沒有出長攻兵喔 射程只有10億而已 葡萄牙出過火炮還有12射程 對方還是要稍微往前走一個 才能去做一個對射 這邊有輕騎兵想要開燒了 但是黑塔這邊直接已經控好 兩邊準備要來大戰喔 VIP直接把城堡往前蓋 後面補下更多的均勻 均勻科技也在慢慢往上升 三防也快要建好 結果下方這塊區域是有黑塔先蓋了一棟城堡 那目前控圖來說有點算是55開 但是我覺得VIP這邊更好一點 控圖更有優勢一些 那這根城堡沒有敲下去喔 這個可能要退喔 這個看到巨型頭司機的黑塔會直接衝上來嗎 是我就衝了 但是後方還有城堡 這不要想一下 這邊牆子直接開射 能修得回來嗎 修回來了 VIP居然兩台巨頭全身而退 這邊點下了戰狼號 為了點戰狼出來之後 鏡頭時機也是一個很好的 範圍殺傷性的封城武器了 起兵就去按 VIP這邊村民術下降至130村 因為現在要準備來爆強軍事喔 資源有點滿 這可以去敵一些村民 這邊稍微買賣一波木頭 賺了一堆黃金 直接發大財 這邊稍微走位點射一下 點射 但是戰狼兵也沒有再害怕了 反正我換了吃垃圾兵 這邊戰狼號直接砸一波 哇 一整排 我們來看這個精彩回放 直接死一排 這個就是不列電的火炮 戰狼巨頭 射程非常高 16 好 但對方也是出巨頭 而且工程工程師也點好了 就變成立功射程 結果正面擊兵全部送光 普列典強奴只能往後撤 正面的戰狼號可能要逃不了 巨頭直接損失掉兩排 但是也沒辦法 白魄這邊轉出了劍兵有事 那白魄這邊轉劍兵有事 其實還算可以吧 但是對方有出強奴 所以打起來可能會還是有點無力 如果對方沒有強奴的話 這邊的兵種基本上什麼都可以打 打對方載毛啊 種種騎士其實都可以打 但是強奴就會有點吃力了 這個強奴 遇到強奴血量還是掉很快 好戰狼號再次架了起來 要先打對方巨頭嗎 哎呀你看 沒有正中紅心喔 還是有點稍微偏理 但是偶爾還是可以打到的 插冰球 插冰球的範圍還是很好打的 OK 直接拆掉 這邊布列典 Viper繼續使用強奴 後面繼續補下更多的疾兵 不出劍兵有事了 劍兵有事混雜一些 在裡面 在這個疾兵裡 做一個混雜 巨型投資機已經拆掉兩台 巨型投資機 還有一台再一發就可以 跟戰狼號互打 可以啦 可能會有點吃虧 果然就吃虧了 欸但是這一發有點靠賽 來到 Viper的巨 巨頭了 後方強奴軍輸出 正面疾兵加戰狼 互打 但是這邊打的有點血流成河 地上都是屍體 哇這有點看不太懂 但 Viper這邊打會更好一點 不過劍兵我是有這個坦度 可以讓疾兵蠢路高一點 後方強奴軍輸出 利用這個射程優勢 讓對方戰狼不太好 打到自己 好那目前 Viper的科技是全滿的 那黑拉這邊 還有這個靈甲還沒有點 那 Viper現在連三 三級木也點 那這邊巨頭偷拆 黑拉好像沒有發現 好那下方就可以拍一些七奇兵 直接去燒了 哇很久沒有看到這兩位頂尖高手 正面互拋了 上次沙漠之王比賽 其實 Viper有點心態炸裂 有點在亂打的感覺 但黑拉這一次跟 Viper 兩邊都是非常動整個的 好這邊 Viper再買賣一波 賣了一大量木頭 又賺了一大筆錢 這時候三級木就很有價值 點這個三級木 再換一堆木頭 賺一些錢 好 巨型頭司機要找誰 想找強奴 但強奴有空 直接躲掉巨型頭司機的傷害 巨頭再來一發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巨頭的缺點就是 這個石頭飛過來 很容易被觀察到 好這邊巨頭繼續往前壓 強奴的巨型射 Maiper的巨頭司 給到黑拉非常大的壓力 巨頭司很難解 因為巨頭司機數量不多 強奴的數量也開始變少 巨頭 巨頭再砸一下 再換一台巨頭 哇這就是不列典 攻兵原地開火 再來一發 應該沒問題 最後一發可以收掉 這邊稍微秀一下自己的巨頭 OK總換掉 Maiper這邊打得非常nice 目前看到黑拉這邊 基本上單位都沒有太大的轉變了 雖然有很多黃金 但他這邊在思考轉什麼 最後還是轉豬狼騎士 還是要打騎士 不打騎士 只打青騎兵的話 現在強奴就可以射爆之外 劍兵有事也打不太贏 當然可能強奴數量還是要多一些 好這根城堡看起來要被拔掉 OK滑了 正面的Maiper 要被青騎兵包操了嗎 青騎兵第一時間是想要來打巨女投死機 巨女投死機被收掉了一台 Maiper稍微做一個拉打 後方的城堡也是給了巨頭一個很好的防守位置 但下方的戰毛兵也是想要偷拆 但是沒有辦法 正面的劍兵勇士又趕了過來 劍兵勇士繼續輸出 Maiper繼續按劍勇 其兵也在按 強武沒有繼續補 一直維持大概三十幾隻的強奴而已 這三十幾隻強奴的好處就是 不太容易易傷喔 這隻騎士是剛剛好的 也算剛剛好 大概也要兩發激活力才可以 但這個火力又不會太強 也不會太弱 的意思是這樣子 有時候講不清楚一點 又要被挑與病了 有點麻煩 好 兩台巨頭又要繼續往前 我覺得這個修道院可以先拆 好 但是 Viper 遇到了黑拉的重裝騎士的衝鋒 想來直接拆掉所有的巨頭 看來這次要被黑拉給得逞 這邊巨頭可能有點難躲 這邊戰毛兵也直接往前 硬點強武的數量 巨頭只剩一台活了下來 但是 黑拉損失了自己的所有的重裝騎士喔 那火炮這時候才出來 不知道能不能拯救世界呢 火炮偷偷開火 LIPER這邊想要偷點強弩 強弩還是被火炮砸到幾發 這個就是 不是長弓兵的一個小小缺點喔 射程沒有那麼遠 但是這邊 清奇兵直接上前收掉了火炮 火炮還是被解掉 好 巨頭巨頭巨頭出來 LIPER強弩數量來到剩14隻 這邊黑拉很努力的用戰毛瘋狂點強弩 打出一些成果 但黃金數量庫城 VIPER可能快不夠了 但下方的黑拉的黃金還有喔 所以這邊就要看 VIPER要怎麼繼續打 繼續打消耗戰嗎 還是要去打分推呢 唉唷 這邊居然有少量兵 直接偷偷跑進去了 剛剛可能從這個路口進來了 好 這邊稍微稍微稍微到黑拉的村民 繼續再次正面前壓 巨頭可以往前 但是對方清奇兵再次出來 向橘輸出 劍兵勇士加級兵 直接瞬間解掉對方清奇兵 但是這個清奇兵差點把這個巨頭給拆了 血量非常慘喔 黑拉這邊轉不出火炮 可能就要GG囉 這個火炮能打東西很多 但是這邊有點快扛不住啦 對方劍兵勇士加級兵的一個陣容 你只要大量的奴兵跟戰馬 才可以守得住 那這邊雖然數量是夠 但不確定喔 現在黑拉在想什麼 我還知道他現在的想法是要 開農還是要轉火炮 好這邊消毒兵已經被炸掉了 後方攻兵繼續輸出 這邊輸出傷害還是很多的 好這邊置敵馬舅 想要讓這邊有空間可以 助兵防守 好 但是這邊七級兵移過來 基本上就要被VIPER的強弩射光 但還是拆到了一台巨頭C 大本贏後方三台巨頭C 黑拉這邊能解掉嗎 非常多戰王兵走路過來 繼續解VIPER的強弩 這邊強弩還是繼續拉打 這個拉閃打得不錯 好VIPER除了正面以外 下方也是有少量兵在騷擾黑拉的金礦區 但感覺好像VIPER又要被打回去了 反正劍某是再次砍了上來 數量有點多 這次有十幾隻 黑拉再次被逼退 這裡把他按出城 出這個勝率 但是修道運又要再爆掉了 所以沒辦法去檢測生物 下方這邊村民直接被清洗兵抓個正著 滑礦村民只能撤退 這邊要啟動城堡當作防線 好VIPER這邊直接長驅直入 要來入侵農田區了 上到正面經濟的話 黑拉可能就擋不住了 哇結果黑拉這邊打出了最久 黑拉出了245隻戰貓 但是VIPER出了226隻的劍兵勇士 這個就是劍兵勇士 不列電報 那VIPER這邊經濟終於有搞好 經濟全盈 這個就是150吋的威力 但是後來有低吋 把這個村民越低越少 剩下118吋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就是這個莫比亞打到之後 就是開始把這個村民往下跳 然後讓自己的軍事 不會輸與對手 這才是重點 那我覺得這場VIPER很久沒有把 不列電打出這麼精彩 而且還不是用長攻兵 如果用長攻兵的話 可能操作來說會更簡單一點 長攻兵來說會比較困難 因為少了一個射程 那本身不列電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個少一個射程 就更需要操作自己的控兵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葡萄牙這邊打的問題 感覺是火炮出的不夠即死吧 這是我個人觀點 說不定他覺得他可以用輕騎兵 跟強奴跟戰毛 直接秀爆 MIPER這邊的部隊 我覺得他這個想法也是沒問題 這個搭配一定是沒問題 但是沒有火炮的話 還是少那一位 就是你懂的 要打對方的強奴 或是巨頭實技 其實都是蠻難針對的 一定要受操作才可以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e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